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,在六名以色列人质死亡事件发生之后,不但引发了以色列国内七十万人抗议的游行,怒批内塔尼亚胡拖延和谈时间,以至于人质死亡,由于六名人质当中,有一名美国籍人士,美国也是第一时间做出表态,美国总统拜登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做得不够,内塔尼亚胡在来自国内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, 如今的美国也是耐心耗尽了,开始和以色列公开翻脸了,态度强硬的内塔尼亚胡终于感觉到了危险来临,其实也难怪美国会如此愤怒,并且直接点名炮轰内塔尼亚胡,因为此前美国都已经多次开出停火谈判的方案,但是在内塔尼亚胡的反复之后,让美国的停火促弹一次又一次的无果而终,巴以停火也是遥遥无期, 内塔尼亚胡之所以态度如此强硬,首先是战场占据主动权,第二呢就是美国一边要求停火的同时,另一边还不得不向以色列大批量援助武器弹药,第三是如果内塔尼亚胡选择停火谈判, 战火一旦停止之后,反对派对他的清算也随即而来,等待他的就是狼称入狱的下场了,所以一步做二步休将这场战争打下去,以拖待便等待转机,这就是内塔尼亚胡心里的小算盘, 但是巴以战争长期拖下去,尤其是以色列不断招惹伊朗,妄图把美国和伊朗同时拖下中东战局,彻底引爆中东战争的危险举动,也让本来就已经内忧外患的美国更加难以承受, 所以这也是拜登和以色列关系越闹越将的原因,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,美国迫切希望中东停火,哪怕是暂时停火两个月,能够让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赢得更多的支持, 但是偏偏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给面子,一次又一次追加停火条件,这次在最后即将达成停火之时,内塔尼亚胡又强硬的将永久驻军费城走廊这一条件加了进去,否则不会进行停火,最终致使谈判破裂, 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说过费城走廊,这是拉法和埃及边境的一条下长通道,也是如今哈马斯在被以色列三面包围之后,唯一的对外通道,如果这条走廊被以色列驻军,那么将会让哈马斯彻底处于以色列的四面包围之中, 如果失去这条埃及武器运输通道,那样对于哈马斯来说,只能是自生自灭了,所以尽管处境艰难的哈马斯, 还是毅然决然的拒绝了以色列之一要求,直到爆发出这次人质死亡事件之后,以色列国内再次引发了轩然大波, 才闹出了70万人上街游行,全国大罢工封几云涌,也把内塔尼亚胡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, 在以色列民众爆发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同时,美国也随即跟进,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漫天要价,就连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, 也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,称他永久驻军费城走廊,作为谈判条件不切事迹, 对于解救人质毫无益处,由此可见如今的内塔尼亚胡,已经彻底走到了重盘清理的地步, 我们看到在美国表态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同时,还在秘密和哈马斯,以及和谈斡旋国家进行接触, 推进一项可以确保永久停火,和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杀的提议, 看来美国已经真的对内塔尼亚胡失去了耐心,准备抛开内塔尼亚胡单干了, 明知道危险已经来临,但是已经没有回头路的内塔尼亚胡, 也只有咬着牙一条路走到黑了,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也在强硬回对美国, 称拜登应该批评哈马斯,而不是以色列,可能内塔尼亚胡还在固执地认为, 被犹太资本深度绑架的美国,即便以色列把天给戳个大窟窿, 美国也不得不为以色列去招补,所以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敢于玩火的原因, 在内塔尼亚胡可能忽乐了,如今的美国,早就不是三十年前如日中天的那个美国了, 尽管内塔尼亚胡依然态度强硬,但是他自己也已经明白, 随着美国的态度强硬,以及国内大罢工的开启, 不但让以色列本来就已经恶化的经济形势,再遭重创, 内塔尼亚胡自己也深陷重盘清理之中, 多重打击之下,留给内塔尼亚胡的的时间不多了, 按照以色列官方的统计,哈马斯去年10月7日的袭击, 绑架了250亿名人质,通过双方多次交换, 加上今年6月已军通过军事行动救回了私民俘虏, 目前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仍扣留着近百名人质, 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救回? 值得注意的是,此次遇难的6名人质中有3人, 原定于在7月讨论的停火方案的第一阶段中被释放, 但他们最终没能回家,惨死在加沙地道, 所以人质家属急了, 以色列人急了, 战争打了快一年, 和谈了无数次, 现在眼睁睁看着人质被杀, 自己也生活在水深火热, 这样的政府究竟是在干什么? 全世界都要求停火, 哈马斯也同意停火, 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却态度强硬, 拒绝达成停火协议, 尽管美国等方面加大了斡旋力度, 但美卡和埃及推动的加沙停火谈判已经持续数月, 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, 原因很简单, 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, 否则不会签署停火协议, 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坚持要求保留, 在加沙地带与埃及交界处费城走廊, 和加沙中部内查林姆走廊的驻军, 连以色列国防部长都拍了桌子, 警告我们必须在费城走廊和人质之间做出选择, 不能两者兼而有之, 但在8月29日的内阁会议上, 内塔尼亚胡仍态度强硬, 以色列必须驻军费城走廊, 费城走廊真有那么重要吗? 作为加沙南部的一个重要据点, 费城走廊的存在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, 甚至不夸张地说, 如果不是加沙地区, 上有费城走廊, 哈马斯就难以和外界取得联系, 但这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, 拒绝签署停火协议的主要原因, 这种做法, 骗骗外人还可以, 骗不了人之家属, 不少抗议者逮着内塔尼亚胡就是一嘴骂, 内塔尼亚胡不想要停火协议, 今天说答不成协议是因为费城走廊, 明天又是另一个理由, 谈判就是在原地转圈, 说白了, 内塔尼亚胡根本不是想停火, 而是希望继续打下去, 不久前摩萨德前往德黑兰, 成功刺杀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, 成功把伊朗拉下水, 现在六名人质死亡, 这就又找到了继续攻打哈马斯的正当理由, 可怜那些在加沙的人质自然就成了牺牲品, 有意思的是, 因为遇害人质中, 有一名美与双国级人士, 美国也异常迅速地做出了反应, 拜登表示对人质的死亡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, 布林肯甚至发文哀悼, 称他为美国英雄, 加沙地区无数民众惨死, 美国政府没有半点反应, 如今却把一名以色列裔美国人质, 称为美国英雄, 看来在美国人眼里, 巴勒斯坦人的命, 确实不如美国人, 以色列人的命, 十一个月来,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, 以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, 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, 以色列这样的疯狂行为, 早已被南非告上国际法庭, 要求追究以色列的战争罪,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表示, 这不像国家行为, 倒像是某个组织, 而中国能做的努力基本都做了, 比如支持一切有利于加沙, 实现永久全面停火的努力, 特别是促成巴勒斯坦内部各大派别 举行和解会谈, 并发表北京宣言, 但安理会的各种停火决议, 基本上都被美国一票否决, 没有理由, 战火仍在继续,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场较量, 远未结束。